在中醫的角度,如果患者胃中的酸水上 隨著現代人,生活節奏急速,糧食越來越充裕 其實很多人都出現反酸的情況 反酸這個症狀很常見在胃食道反流病 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胃潰瘍等消化科的疾病 在中醫的角度,如果患者胃中的酸水上泛 我們一般都會稱之為肚酸 這個病最主要分為熱症和寒症兩類 熱症最主要是因為平時情緒比較焦慮、猛疹 以至到肝屈化火,橫液範圍所引起 如果患者平時又喜歡吃辛辣、醋熱 容易再添胃火,令反酸的問題加重 在臨床表現上,或者除了有反酸之外 還會出現氣口臭、胃脹、兩脅脹、容易猛疹 喉嚨經常覺得很乾、口苦、舌頭很紅、舌頭很黃等等 這些臨床表現 而寒症主要是因為肥胃天生比較虛弱 飲食又不定時、不定量 再加上過食一些生冷、寒涼 以至到肥胃受損 乾氣相對偏黃 因熱靈藥範圍所引起 寒症的患者除了表現有反酸之外 亦可以有胃脹、胃口很差 偏喜歡吃溫熱飲食、口水分泌會比較多 容易大便爛、肚胃、舌頭的顏色又比較淡等等 在治療方面,熱症主要是以清肝和胃為原則 常用的中藥包括有黃蓮、黃琴、枝子等等 在寒症方面,我們最主要是溫中和胃 常用的中藥有檔心、白術、陳皮、半下、木香等等 在臨床上,醫師一般都會再加一些烏刷骨 有修煉製酸的功效 並且都會隨正配搭不同份量的不足餘 它本身都有一個舒肝、下氣、暖胃的作用 如果反酸在餐口更加明顯的話 它的飽製感又會很強烈 醫師也習慣加一些墨牙、神曲去消食、消滯 不過要醫好胃酸 這個套酸的問題並非單購藥物的幫助 更加重要的是,患者要改變日常生活中的流窄 除了避免精神緊張之外 飲食上更加要定時定量 要避免食物過於生冷或粗糙 同時也要介食過酸、過鹹、過辣 又或者煙燻醃製過的食物 減少對胃煉膜的傷害 而煙酒、咖啡、濃的茶 其實都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 所以患者最好少接觸這一類的物品 另外針對胃食度反流病引起的胃酸倒流 其實我們都建議患者第一 在睡覺的時候床頭最高提起15-20厘米 第二就是必須要去戒吃這個宵夜 就算日後剛剛吃完東西 都設計立即睡下個人 第三就是要避免因為腹壓過高而引起的胃酸倒流 例如要防止便秘 要少穿緊急著腰腹的衣物等等 最後有研究顯示 原來一些高脂肪的食物 巧克力、咖啡、煙酒、濃茶 都可以令下食度的潑藥肌鬆弛 因而引起胃酸倒流 所以患者記得多加避免這方面的食物 待會兒啦